陳詹文?還不讓我找到你? 老闆,我抓到陳詹文了! 他哪是陳詹文? 如果他是陳詹文藍B,那他豈不是姜B? 不是吧? 不好意思,認錯人 請你喝分杯報數 我也不好意思,累累了整個麻包袋 麻包袋的事少 要我放棄這條線,之前的付出就完蛋了 好像買了一份年期很長的分紅保單 提早退保的話,你可以拿回的退保金 可能遠遠比你交了的保費 姓陳的,已經過了氣了 癡紅大道,高回報 癡紅大道獎金這麼高 一看就知道為何我會洩 單眼佬觸察的唯一目標 就是尋求高回報,而且他極具冒險精神 如果他要買分紅保單的話 我猜他應該會選一些非保證利益比重較高的高度 什麼非保證? 現在告訴你 我在說的是分紅保單的退保價值和新顧賠償額 這兩個數目的總金額都包含保證和非保證兩部分 如果非保證那部分佔總回報的比重較高 回報的波幅和風險就會較大 不要只顧著說 喝一杯 你有沒有嘗試? 本店的Signature Cocktail 我特別加了一些杏霜在這裡調味 嘩,正啊,有杏霜 甜到剛剛好,我喜歡 嘩,一點酒味都沒有,給我換一杯 嘩,這些才適合我的 嘩,嘩 嘩 嘩,Cocktail的酒精濃度 就好像不同分紅產品的非保證利益比重感 各有不同 好像我這杯那樣 果汁多一點,沒有那麼容易醉 就好像分紅保單的預期回報 保證利益那部分佔多一點 預期回報的波幅相對小一點 那就容易些掌握到最終得到的數目 但單硬到你一杯呢 酒精比例多一點 喝醉了的風險就高一點 好像分紅保單的非保證利益比重高一點 潛載回報雖然高 但是回報的波幅和風險都一樣大一點 選哪份保單或者選哪一杯Cocktail 都要考慮自己的目標和承受風險的能力 不過你這杯東西都不只要一喝就醉 你這杯是誰 你這杯是誰 給你這杯喝吧 竟然是你 你們想做我 你們這杯都漏重料的了 哈哈哈哈 想拿到一些分紅保單的投稿貼士 他幫不了你了 立即上保險業監管會的網站吧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